属牛人的财神方位在哪?2023年属牛人哪个方位招财? 风水命理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发展,与事业和财运等等都有密切关联。 正因为如此,现在人都特别注重财位的催旺,随着每年九宫飞行位置的变化,不同属相的人也会选择相应有利自己的位置,采用各种风水催运的方式来提升运气。 属牛的人平时严谨低调,做事情很有计划,但由于缺乏灵活性,财运总是差了那么一些。 下面就来看看,属牛人的财神方位在哪里?2023年要怎么催运? 属牛人的财神方位在哪? 财位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推断,比如用我克者为七财就可以确定财位,我克者为火,火即是财位。 杨克者为火武,又为偏财,杨克者为阴火,为正财,以此类推,可以得知属牛人五行为土,土克水,丑克害,子。 因此属牛的财位在西北方,正南方以及正北方。 另外,在五行当中,桃花位又为财位,根据不同年份找到桃花位,同样也能生财。 2023年属牛人财位 正北方 2023年,主管感情和姻缘的九子右臂星菲林正北方会给人们带来正缘。 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属牛人的财位,因此本年度应该多往正北方向发展,说不定有双喜临门在感情和财运上同时得到收获。 正南方 2023年,主管正财和智业的八百座辅星菲林正南方代表着这个位置的财运极其丰厚,而属牛人的财位本就在正南方。 对于职场上班族来说,这个位置也是极其有利的,可以帮助属牛人的事业蒸蒸日上财运滚滚而来。 西南方 前面提到,桃花卫也为财位,2023年一白贪狼星菲林西南方,可给人们带来良好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同时也可带来感情上的新动向,对财运起到帮助。 因此,属牛人在2023年也可以多注重催旺西南方,同样可给自身带来好运。 2023年属牛人忌讳的位置 西北方 虽说西北方是属牛人的财位,但由于2023年主管凶宅和祸患的五黄连真兴出现在此,这也导致了西北方存在五黄煞,经常接触这个方位,人们容易惹祸上身。 因此建议这时候还是应该避开这个方位,或者是积极采用各种办法来化解,以免灾难来到人们的身边。 2023年属牛人化解凶味的办法 一、悬挂吉祥物 五黄煞方位容易形成浑浊气场、邪碎之气,对于运势发展格外不利,还容易遭来小人。 此时可以在家中或者办公室的西北方悬挂一枚陶木剑,或者是铜葫芦等等,即可起到辟邪、转运、招财的效果,也能过催望属牛人自身运势。 二、多多清洁打扫 2023年,蜀牛人除了要远离五黄煞所在的位置之外,平时还要多多清洁打扫,不要有重物压在上面,例如沙发或者沉重的柜子、金属物品,例如冰箱、洗衣机等等。 若是存在这样的情况,要及时搬离,免得对运势造成干扰。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西北方位放一些化解煞气的吉祥物,例如麒麟、皮修、香河属相的造型等等。 二零二三蜀牛最旺的方位,蜀牛人今年去哪最吉利? 牛年出生的人心地善良、温和老实,他们最稳重、最努力、最可靠。 他们不喜欢变化,不善于创新,生活中也缺乏情调。 对于金钱生肖牛是比较看重的,因为生肖牛非常的务实,他们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所以,为了积累更多的金钱,生肖牛会非常的努力,不会有一丝的懈怠。 进入二零二三兔年,生肖牛各方面运势并不平坦,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很多。 那么,二零二三蜀牛最旺的方位是什么? 二零二三蜀牛的财运运势。 进入二零二三鬼卯兔年,对于一切都充满了期待的生肖牛,并不会迎来非常顺利的运势。 财运运势相对来说波动不是很大,但有好有坏。 正财方面,因事业发展不会有太大突破,工资收入一般与过去一年持平。 而一些平时喜欢搞副业或者是做兼职的生肖牛,会收获很多机会。 生肖牛可以在工作之余,利用时间做做兼职,提高收入。 虽说这一年赚钱方面无需烦忧,但管理钱财方面一定要谨慎,出门在外最好不要携带太多现金或者是贵重物品,居家也不能存放太多的贵重物品,小心被小偷惦记。 虽说生肖牛花钱比较谨慎,但他们也会有冲动消费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年轻女性切勿攀比,形成不良的消费习惯。 2023属牛最旺的方位 东北方位 进入鬼卯兔年,生肖牛的财位在东北方,从风水命理来看,八百左抚星飞临东北方,论靠东方的鬼水方和属牛人构成了路河关系, 所以东北方位作为财神位,可以庇佑生肖牛财运亨通,大富大贵。 在生活中可以多利用此方位,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催旺财运。 比如打麻将的时候,可以选择坐在东北方的方位,一定会让自己横扫全场,进账不少。 正南方 生肖牛进入2023鬼卯兔年,就应该知道正南方位是生肖牛的财位,只要利用好财位,就能让自己轻松赚到钱,尽早地实现财务自由。 进入兔年,对于如何赚钱,如何拓展事业,生肖牛会有很多想法。 有一部分打算跳槽的生肖牛,不能忘了在新的工作单位选择正南方的方位摆放办公桌,这样不仅会促进业绩,还能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对于创业经商的人来说,这一年要在正南方位摆放有利于提升运势的吉祥物,这样便可以更好地催旺生意,赚到更多钱财。 2023鼠牛最旺的月份 3月 生肖牛进入2023年3月财运运势是比较理想的,不仅正财收入不错,职场中只要付出,就会有理想的回报。 职场中的生肖牛具有奋斗精神,他们兢兢业业地对待工作,帮衬身边的同事做好协作,会在这个月得到领导认可,自然也会有不错的收益,生职加薪会理想成真。 6月 2023年除了3月,6月对于生肖牛来说,财运运势也是比较理想的。 偏财方面因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合理地选择理财产品,一定会看到很好的收益。 只是理财投资风险较大,不能因为运势不错就盲目选择,一切都要结合自己的财力选择。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